M4 3 相机 这部是史述最大部定价最贵的M4 3 相机 2万多的 Olympus EM1X 究竟是什么玩法呢? 远复不大不小的M4 3 系统一直以来都是走着无恒可数的中间路线 Sale 的就是画质和重量之间的平衡 Olympus 推出这部EM1X 一泛传统 以专业的运动摄影作为它的定位 如果你认为底势就是缘罪 高昏才是王道的话 我建议你们看到这里好了 看小片没损失的话 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一起去测试下 这部旗舰级的M4 3 无反相机 关于这部机的外形和操控 沙妹都说了不少 我就不重复这么多 看上去都是大大部有个直倒手柄 其实除了说好握手之外 为什么它要做到这么大部 因为它定位是一部专业级相机 专业的闪司除了要求它连拍够快 反应够灵魂之外 最重要是耐用 耐撞 和防水 所以Olympus 都特意为它设计了一个 坚固的夷合金机身 和IPX1 的防水标准 当然它比起现在标榜轻巧的无反相机 这部EM1X 都是比较重的 但是它就给到一个类似 旗舰级单反的操控 和坚固性给你 除了说机具这个flip-on 和机顶的GPS sensor 看来是比较脆弱之外 其实讲坚固程度 都比得上两大品牌的 旗舰级单反的 但是机身就轻了三分之一 其他的旗舰级单反 你要有GeoTacking 就要买一些附加的组件 这部EM1X 已经内置了GPS全球定位 高度计 地压计 指南针 什么都有了 可以将这些地理讯息 加在相片或影片那里 你看到它有这些 sensor 再加上轻巧坚固的机身 很明显都是针对一些野外的探索 和考察而设的 我们看看重量 这部EM1X 再加上这支300mm F4 IS 相当于600mm F4的等效距距 它加上的重量 都是不过2.5kg 其实看回单反系统 最轻的那支600mm F4 都要整3kg 这支镜头加上这部机 真的在这里爆 这部机的核心功能 就一定是它旗舰级的对焦 和连拍速度 虽然说二次万象数的Live Mode 感光元件 加上121.10字型上位对焦系统 都是源自EM1 Mark II 不过当它用了两颗 2Pig 8影像主理器之后 那部机就当堂脱胎换骨 早前我就拿了一部机去拍了一场投赛 在光线不太够的情况之下 它的121.10字型上位检测自动对焦点 表现都非常理想 追焦的时候可以将主体咬得好实 而且快门时制很短 可以说十分之零 它的连拍速度虽然和EM1 Mark II 一样 用电子快门追焦的时候 是18fps 用机械发门连续对焦的时候 最高是给到10fps 不过拍RAW和射音的速度 就提升了不少 例如我们用机械发门 10fps连拍的时候 拍RAW的Buffer就由148张 提升到287张 至于防震能力方面 就由EM1 Mark II的5.5级 大幅提升到现在的7级 如果配合这支12-100F4的镜头 还可以理量上做到7.5级防震 昨晚我自己就试了 拿了手持拍摄 看看可以做到多少秒不手震 结果在24mm等候焦距之下 我最尽可以做到3.2秒快门 手持拍摄是清晰的 大约等于低于安全快门 6.5级左右 至于它这个防震功能 用在拍片度都是非常之正的 我就试过手持相机 边跑边拍 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之稳定 而且它还内置OMD Lock 后制调色就更加有弹性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它的Live ND功能 可以用在拍片的话 就更加完美了 说它的连拍速度 它就不是最快 但只不过是仅次于Sony的A9 至于对焦速度 虽然它说M43系统的镜头 实体焦距是比较短 就比较容易做到快一点的对焦 但是你要在2万多元这个价位 买到这种爽快和旗舰级的操控呢 咦?原来真的只有EM1X可以给到你 再过去吧 了一层屏 也吃了一层屏 這麼多一层屏 优优独的 不想分架